来日,是苏大天王收拾人间善欧吉利 康家大众修其百官在盖 阿弥陀佛 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示 阿弥陀佛 大家好 上堂课我们大概了解了菩提道登论的四个特点 后来又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佛教是怎么传入藏地的过程 那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首先 苏正干部把佛法引入到了吐蕃 然后呢 他的第五代继承人 也就是赤松德赛 引起了几乎大师到吐蕃来传法 但是呢 由于反佛教势力的冲击呢 他又不得不济护大师送回尼泊尔避难 而济护大师呢 他临走之前特意嘱咐 如果您想要降伏群魔 重振佛法 就一定要迎请梁花生大师入葬 所以脸师就这样出场了 我想很多人都听说过脸师也对他有很有信心 他可以说是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 是最广闻人知 也是最威猛的一位上师 有着无数的故事 海量的文献 而且千百年来 被人民带带传送 万众惊讶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 为了方便我们这次的这种讲解呢 总得选择一部脸师传记 作为我们这次讲解的依据 那要选择哪一部文献呢 有一位16世纪的明代的藏族高僧 他叫多罗那他 他是一位卓纳派的大师 深小印度佛教和历史 我们今天就以他所撰写的这部 连师传作为参考来讲讲连师 那么为什么我要选择这部作为参考了呢 一来呢 因为在藏传佛教当中啊 依据这个印度文献来 编写的传记是非常少见的 古印度有两位大师 曾经口述过连师的故事 一位是大成就者 记葬 还有一位是来自南印度的古国 托比罗的巨天元大师 他们都曾对自己的弟子呢 讲过连师的故事 后来呢 这位多罗那他 就从这两位大师的这个清传 清传弟子口中呢 听闻了这些关于连师的故事 所以呢 这些描述和这个记载呢 是比较可靠 二来呢 多罗那他呢 不仅按照这些口述 如实的记录下来 而且呢 他就参考了 参考和对比了 当时他所找到的 比较古老的藏文文献 将里面那些比较公认的 没有争议的这些内容呢 特别选出来 然后呢 最后就编著了这部连师传 所以呢 我认为这个多罗那他的这部著作 是比较可靠 比较有公信度的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根据他的内容 来讲解连师的故事 首先呢 关于连师是怎么出生的 大家都听说过很多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是化生 有人说是胎生 也有觉得两者都有可能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 多罗那 多罗那他的这个传记当中 是胎生 接下来 我们说说这个连师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呢 就像很多印度的大师一样 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 关于连师出生年份的记彩 这也是跟这个印度人不太重视 这种年份而有关系的 但是呢 多罗那他在这个连师传当中提到 连师大概出生在公元八世纪初左右 当时的这个印度 大概处在这个波罗王朝 刚刚建立的时期 总之呢 连师的出生年份呢 应该是跟这个赤松德建 是非常相近的 非常接近的 那么在汉地呢 就是当时差不多是唐朝的时候 那接下来 连师的这个出生地 具体是在哪里呢 连师出生的地方 在中国古代文献里面 一座乌常国 也被翻译成乌常国 或者乌扎那 乌金国 或者乌扎那等等 总之呢 他的这个地理位置啊 差不多现在巴基斯坦的斯瓦特县 藏族人呢 就普遍称他为乌金语 那么关于这个地方呢 我们现在最早可以找到的这个文献啊 出自这个东晋法贤法师所写的佛国记 那是大概是公元四世纪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人 去到过这个乌金国了 那么当然后来还有一些文献当中 都有提到这个地方 其中比较著名的是 玄奘大师的这个大唐西域记里面 记载一部分 其中呢 称他为乌张纳国 另外呢 还有唐代的新罗僧人 就是现在的韩国人啊 慧赵 在他所写的这个《王天主》 《王武天主国传》当中 也曾经提到过这个《乌长国》 总之呢 是近代的法贤 唐代的玄奘 慧钞 玄奘等等 纷纷的采访过这个乌金国 所以呢 现在一些人觉得啊 一听到这个乌金净土 以为是一个凡人去不到的一个地方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一千年前啊 就有人参访和游历的 游历过的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呢 这是一个 我们地球上真实存在的一个地方 而且呢 就莲师出生的时候 这个 乌金国当时的国王的名字叫 哈莱利拉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大概的讲讲这个莲师的身世啊 我们都知道啊 在印度 尤其是古印度 是非常讲究种姓和家族的 所以呢 这个莲师的出生也是非常尊贵啊 他的种姓叫做 查底利 他的爸爸呢 这个当地的名字叫做 就是把翻译出来中文的话呢 就是 池莲花 池莲花曼 所以他是 类似军师一样的 这个国家重臣 莲师出生的时候呢 可以在他的这个身体上看到很多莲花形状的胎记 所以呢 所以呢那时候的那些看向的人啊 看到这种与众不同的样子的时候呢 呃 会去做一些 会去做一些让他们这个高贵的种姓蒙羞的事情 总之呢 众说纷云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啊 他们都一致认为 莲师会是一个很难被人控制 而且是无所畏惧的一个儿子 直到有一天呢 来了一个真正有修为的一个于浅师 他看到莲师之后啊 就说这 这个孩子呢 将来会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密脚修行者 而他身上的那些莲花的胎记呢 其实说明他是属于莲花布 这莲花布呢 以后有机会的啊 我们再解释啊 所以呢 他一定会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 因为阿弥陀佛是莲花布的部主 于是呢 莲师的这个名字当中呢 有了莲花这个字 接下来呢 就是莲师怎么成长的啊 怎么学习的 后来是怎么出家的啊 这些我们就先不用说了啊 但是呢 再怎么说 他是后来呢 就是成了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一个高色 他的这种成就呢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介绍 一方面呢 他成了一位班智达 班智达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词啊 来源于这个梵文 简单来说的话呢 就是学士渊博的大学者 那莲师呢 不仅仅是在佛教的造词上 精通三藏 而且在世俗的这个学科当中呢 也通道五名 关于五名是什么 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再讲解 总之呢 大家可以这么去理解啊 就是莲师是一位什么都会 什么都懂 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的一个大学者 那么另一方面呢 虽然很多就是古印度的大师啊 都有这个班智达这样的一个头写 但是呢 莲师呢 是非常的特别 为什么呢 因为莲师的这个班智达 前面多了一个词 成就者 也就是说 莲师是成就者班智达 那么成就者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说明呢 莲师不仅仅是一个大学者 而且是一位秘教修行的成就者 而且秘教当中呢 这种成就呢 分为共和不共两种成就 那共的成就呢 有点像是 我们世间上就觉得好像很稀奇的那种各种法术 那不共的成就呢 就是证物 真正的就是心性上的证物跟了物 它都已经圆满了 这两者都已经圆满了 那么关于什么是密成成就啊 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再谈 只要呢 现在大家要了解 莲花生呢 不仅仅是 就是各个领域 学科的一个大家 而且精通三藏 最重要的是 他是一位千百年来 就影响很深远 很著名 也是最有威力的一个密教成就者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讲几个莲诗 入葬和吐蕃的吐蕃时候的 所发生的一些故事啊 当然了 就莲诗呢 就是后来他成就之后呢 就是他在印度的各种各个地方 也很有就是影响力 尤其是这个恒河的北边到尼泊尔也有非常有影响力 然后呢 尤其是 就是之前说的那个叫什么 头皮罗那个国家呢 这也有非常有影响力 但是呢 最有影响力的地方呢 是在藏地 上堂课呢 我们讲到啊 为了这个 降辅群神 复兴佛法 赤松德在呢 就派人去尼泊尔 迎请莲诗 他不仅把莲诗请到吐蕃 还要再次迎请这个寄护大师 另外呢 还要请一位专门设计寺院的建筑师 那么被派去的这个使者呢 到了尼泊尔之后呢 就找到了这三位 这三位大师呢 都欣然答应了赞博的邀请 于是呢 他们就兵分两路 一边呢 就寄护大师 选择了 沿着这个进藏的道路 直提吐蕃 而这个莲诗和寺院的建筑师 还有几位随行的能工强将一起 并没有选择走大路 而是绕了一个弯 抄了小路进入吐蕃 为什么不走大路呢 因为实际上这个莲诗呢 已经为吐蕃 降魔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他特意设计了一个 一条会经过很多需要降服鬼神的进藏路行 然后呢 这一路入葬呢 就可以直接把这些鬼神呢 就地降魔 就地降服 也就是说 莲诗在启程 前往吐蕃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展开了 他降服吐蕃所有鬼神的大计划 所以呢 由此开始呢 典师进在了这一路上啊 过关斩将 降服了鬼 降服的鬼神无数 因为故事呢 情节实在太多 这个故事跟情节实在太多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一一细解 那就先挑一两个故事 让我们稍微地感受一下典师祥末的震撼和无底 我们先讲一个关于这个唐古拉神的故事 唐古拉神是藏地十三大神之一 绝对可以称为是一位人尽皆知 名副骑士的一个大神 骑士呢 它实际上就是唐古拉山的这个山神 唐古拉山呢 在西藏的这个中东部 在西藏最有名的神山之一 高崇入云 它的这个平约海拔呢 六千米左右 而这个唐古拉风有七千一百多米 那么刚才说到这个连世一行人 沿着这个小路绕着这近藏 那连世当然知道这藏古拉神 也是那些捣乱的神仙之一 而且像这样的大神呢 不会是一个省油的灯 绝对不是轻易就能制服的 所以呢 就是连世想到了一个办法来降服他 是什么办法呢 首先 这连世拿来了一口大呼 里面呢 就是热腾腾的 炖着满满一锅的羊肉和驴肉 旁边一看就觉得很奇怪 不知道这是搞什么名堂 连世说 他这是为了要激怒山神 话音刚落 连世一脚就把这个大锅就踢翻了 里面的这种各种汤汤水水的和炖着的肉 一股脑全部泼了出来 水和汤全部撒在大锅下面 熊熊燃烧的火堆上 一时间呢 一时间呢 以面铺来一股刺鼻的烧焦 或者烤焦的味道 然而呢 就在此时 青客之间 就唐古拉山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雪崩 笼笼声响彻山谷 而且呢 当时整个天空呢 就顿时乌云密布 电闪雷米 石头一样大的这个冰雹 就铺天盖地 看来是真的是大神就暴怒了 然而就在此刻 莲诗却是气定神仙 一点都不惧怕 他只是用手朝着这个弹骨拉山的方向 做了一个手印 叫做气克印 这个动作呢 有点像什么 这个动作有点像 手指着对方 训斥的样子 一时间呢 这个唐古拉山上 那些长年雷月 铺盖着的 中年不化的这些厚厚的鸡血 一下子就融化了一大半 我们想象一下 其实莲诗只是 想稍微给这个大神一点颜色抢抢 虽然只是 简简单单的做了一个手印 小露伸手 却可以如此的惊天动地 这大神一看 当然就一下就害怕了 就知道今天自己遇到了真正的大神 所谓的山外有山的天外有天啊 所以呢 二话不说 立马就投降 之前 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翻译了一个就是莲诗的道处杖奇景 其中有一句话 就是当雄拉布拧虫 收射唐拉雅穴 讲的就是这段故事 当雄拉布拧虫 就是这段故事所发生的地方 唐拉雅穴里面的唐拉就是唐古拉山神 雅穴就是融化 所以唐拉雅穴就是唐古拉山的雪融化了的意思 自从就莲诗降服了唐古拉神之后 这个大神的名字就变成 雪融唐古拉神 也就是唐拉雅穴 在这里我可能需要补充一下 为什么您是要这个 踢翻炖肉的这个大锅呢 大锅来这个惹怒山神呢 就是用了一个引蛇出动的办法 这就关系到这个藏族的一种习俗和习惯 叫做遗藏 因为藏地有很多神嘛 人们都觉得那些动物烧焦的这种气味 会惹怒这些神秘 因为这个气味特别难闻 刺鼻有点类似是污染了环境的意思 所以呢不管是烧到动物的毛皮也好 肉也好 还是任何东西 包括牛奶烧到这个火上 只要散播出那么一点点糊味 都是绝对不行的 比如说我小时候啊 就连一根头发掉到这个火里面 发出一点一点点这个味道 那就我的妈妈她们都是特别的就着急啊 好像有点像是发生不得了的大事一样啊 大家都要马上要处理啊 马上要念诵我的等等 更别说是现在的烧烤之类的 简直就想都不用想了 总之呢 这是藏人对环境 或者说是对各种神明 特别小心和敬畏的一种表示吧 所以呢 在唐古拉山的时候啊 莲师就踢翻了大锅 那些肉就撒在了这个火上嘛 啊 所以这么大的气味和动静 当然一下子就激怒了山神 所以呢 这就是以莲师引蛇出动的办法 接下来呢 莲师进藏的这一路啊 啊 莲师一行人又走到了很多地方 比如说纳姆错等等啊 每到一处呢 实际上这些大大小小的鬼神 都会来捉弄和捣乱 然后呢 都被莲师一一制服 总之呢 这一路上 莲师通过各种方式 降服了大小鬼神无处 最后 他们就抵达了赤崇德阵 当时正在下榻的这个宫殿 那见到山伯呢 就像见到皇帝一样 一定必须要行礼嘛 所以呢 在接见山伯之前呢 就有大臣过来跟莲师说 接见山伯的时候 你要一定要行礼 那莲师一听呢 就回答说 我的礼呢 他受不起 不信你们就看看吧 于是呢 莲师就对着前面的一个大石头 行了一个礼 咔嚓一响 这个大石头就 马上就裂成了两半 大臣们的这个见状啊 啊 惶恐万分 马上就说 那就那就不用对着赞布行礼了 但是呢 为了表示礼貌 至少要对着这个赞布的衣服行礼吧 看来呢 这些大神也是挺坚持着礼儀的啊 于是呢 他们叫人把赞布的这个衣服拿过来 展开在这个 啊 莲师面前 莲师对着这个衣服 一行礼 刷一下 衣服 瞬时间 被稍微汇击 众人一看 全部去惊叹 所以呢 最后的情况就是 莲师进到赞布的时候 就变成了 车松得赠 向莲师行礼 大概就在那个时候啊 赤松得正已经命人在现在的这个三叶寺附近 按照这个唐朝寺院的样式新建了一座寺院 但是呢 还没有开光 于是呢 这个赤松得正就请莲师为这座寺院开光 开光的那天呢 赤松得正和几位宰相 并没有参加这个开光大典 只是一些官员到了现场 那莲师是怎么举办的这个开光大典呢 我们想象一下啊 当时在座的有很多官员民众 总之有好多好多人 这些人亲眼看到 一尊一尊的这个佛像 就像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样 迈着步子走到了这开光大典的这个宴席上 众人呢 仔细一瞧 这些佛像长得就像新建的那个寺院里面的佛像 一模一样 他们就觉得应该就是那些佛像 只是好像突然之间都活过来 就变成活生生的人了 一个个步入这个开光的这个法会现场 然后呢 所有人又亲眼看到这莲师呢 自己在那边端着供品 亲自来供养那些一尊一尊的会动的这些佛像 而且呢 那些佛像呢 也真的全部接过来 在那边吃 而且呢 当时在会场里面 那些供的香啊 灯啊 都不需要人来点 自己就全部亮起来 当时还有很多的乐器 虽然并没有人弹奏 他们自己就那边开始演奏 还有呢 比如说包括这个寺院里面的大钟 虽然没有人敲 但是自己在那边响 而且呢 当时在这个会场外面啊 立着很多 就立着五个大金帆 一下子呢 就变成了五百 另外呢 最神奇的事情就是 当时在宴会上啊 一个盘子里面 明明只放了 手里一把 这么多的就葡萄干 可是不管怎么大家轮流吃 这些葡萄干呢 一点都不会变成 总而言之 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当时在场的这些 所有人呢 就是 瞠目结舌 完全难以置信 所以呢 很多人就觉得 这根本就不可能 完全不能相信 于是呢 就当时有一伙人了 因为天黑了嘛 所以就他们就拿着这个火把 跑到这新建的寺院的大殿里面 去看看什么情况 结果呢 发现大殿里面就空空如也 所有的这个佛像都不见了 有的人以为是天太黑了 或者说眼花了 看不清楚 就拿着那火把 应该放着佛像的 佛像的那些地方 晃来晃去 因为如果有佛像的话 至少会碰到 但是呢 还是什么都没有 总之呢 一伙人就是 就是 折腾来 折腾去 各种窃人 各种宴场 最后呢 他们终于相信 自己看到的都是真 都是实实在在发生在眼前的事情 这时候他们才相信 不管怎么说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 还是有一些人 还是有一些人不太甘心 所以呢 就到了第二天天亮的时候 他们又跑到那个大殿的门口 趴着门缝啊 里面就往里面瞧 发现那些佛像 发现那些佛像又都回来了 就好像昨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 都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总之呢 连世就是用各种别人想不到的 新奇的 而且很有趣的方式 一边呢 一边呢 就降服了那些鬼神 一边呢 就举办法会 招数啊 方法 方式 层诸不穷 都是绝对的奇思妙想 各种变化创意 特别有意思 那么我们之前讲到啊 大概这个七世纪的时候 宋政刚部将这个佛法 引入藏地 那个时候佛教在藏地呢 有点像是一种 新性的 新性的 外来的一种宗教 毕竟 那个时候呢 藏族人世世代代的 幸福的 祭祀的 那些 原始宗教信仰 已经在当地流传了 几百年啊 尤其是 加上后来 赤松德阵 想要恢复佛法 的时候呢 就是 吐蕃各地呢 接二连三的 发生了很多灾祸 让当时的这个老百姓 误以为 是由于信奉新教 而惹怒了鬼神 才导致了那些灾难的发生 或者说是他们以为 学佛本身就是有害的 所以呢 他们对这个佛法 特别的不放心 以为都是学佛的事端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这些灾祸啊 其实都是各种鬼神在投乱 闹事而发生的 所以呢 那连是为了能够就是让这些 君臣百姓多佛教放心 证明这种佛教的清白 而且让他们可以 由此生起信心 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 让这些鬼神呢 自己来承认错误 然而呢 就消除老百姓 对佛法的那些疑虑 所以呢 有一天 在一个大众的集会上 连是找了一个 有点像是具有灵性体质的人 就是那种可以比较容易 让鬼神附身的那种 然后呢 他当着很多人的面 用这个魔力之天的仪式 让那些大大小小的鬼神 纷纷附在这个人的身上 然后呢 那些藏地的各大 各个大神呢 就开始借用这个人的嘴 来向大家说明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 有一点画面感 比如一个人 就在这个很多人面前 然后就开始介绍自己 比方说 我是亚拉乡布 一个西藏大师 之前那个被洪水冲走宫殿的事情呢 就是我干的 还有呢 是吧 这个波达拉宫所在的这个红山 被雷劈中 这是谁干的 这是我 唐拉亚许 唐古拉神干的 还有呢 比如 士尔丹玛 他们就通过这个人的嘴啊 向大家承认说 之前那些人和畜生 畜生的这瘟疫等等灾祸 都是他们干的 总之呢 这些神就一个一个 都附在这个人的身上 然后呢 就通过 他呢 就向众人介绍自己 而且承认错 说明了当时 所有这些灾祸的缘由 然后呢 连世站在旁边啊 训斥和叫接那些鬼神 而且呢 当时在场的这个祭乎大师 也对他们进行了 很多佛法的开设和教导 总之 最后这些鬼神呢 都是各种跪伴 臣服和收舍于连世祖下 而且答应和保障 保证 他们都会 从今往后 都会乖乖的去护士佛法 但是呢 总是有 那么几个不听话 特别顽固的 特别固执的这种鬼神 于是呢 就连世做了护魔 用 诸法 降服了他们 总而言之呢 大概是 六个月的时间之内呢 连世一共做了两次护魔 基本上 降服了 吐蕃所有的大大小小的鬼神 在这个之后呢 他跟大家宣布说 我现在已经把这些鬼神都 约束和管束和约束了两次 之后再来管束一次 他们都会彻底的服从和听话 那就万事无语了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呢 你们现在就可以放心的去学习和修行佛法 不需要有任何担心和疑虑 还有如果说吃松得正 想要建造三业寺 也可以如愿的去安排和建造 现在已经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所以呢 就是连世是通过这种方式 一方面呢 就是收射了很多鬼神 一方面呢 就是 就是 君臣百姓 百姓可以通过亲眼目睹 亲耳所闻 了解和认识到这些灾祸 实际上是 都是为了加护佛教 才被故意安排的 所以呢 就是 这应该是一个特别的 一种一举两得 而且是十分奏效的一个办法 但是呢 虽然就 大家呢 就是 逐渐啊 了解了这个佛法的清白 心里就稍微 感觉就踏实了一点 也慢慢对佛法 升起了一些信心 但是呢 如果需要改变一个地方的 所有人的这个信仰 那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就没有办法 一天之内就可以解决了 不管怎么说呢 当时还有一些 人对佛教啊 心怀疑虑 为什么呢 就是一方面呢 他们对佛教有这个疑虑 就是佛教有很多的不明白的地方 而尤其是 密教 因为连诗是一个密咒诗 他们觉得 从南方过来的这些密咒啊 觉得好像有点像是巫术 或者诅咒似的 他们很不放心 另一方面呢 可能也有一些比较传统 或者比较年长的人 尤其是那些 比如大臣之类的 都是老头子 想法比较固执 还是有些 以往这个宗教留下来的这种习气 很难接收 这个新的事物 所以呢 就是其实 佛教在藏地的这个生根发芽 是慢慢实现和完成的 而不是一步到位 那么虽说这个连诗是想尽办法 极尽所能的 想要帮助吐伯 这个繁荣昌盛 然后呢 弘扬佛法 而就是造福与万能 可是呢 有的时候呢 人民的这个思想 还是因为老旧 臣服或者愚昧 就缺少一些福报和福气 不管怎么说呢 就发生过这些的事情 这样的事 一件事啊 可能对于后来人 后来的这个土博的设计 和三部的这个严明 都是有点遗憾的一件事情 我们都知道 在古代 尤其是这个藏地 洗头发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一件大事 不是曾经 不是经常有机会洗头发的 那么有一次呢 有一个就是非常隆重和盛大的 这个会场 场合 是从对这呢 就需要洗头发 那大概是 大概这个宴会上 有这么一个步骤 或者仪式吧 那么就在这 开始洗头发的时候呢 在场的这个纪护大师呢 就提出了一个 非常惊人的想法 他说啊 在须米山的北方 有一处泉水 如果三部可以用 那里的这个泉水 洗头发的话 那么不仅 三部本人会授臂南山 他的子嗣都会绵延不绝 然后呢 香火不断 而且会适当英明 江山文固 设计繁荣 那么这么一说呢 就众人听到 就觉得 哇 这当然好啊 可是这 这须米山北边的泉水 怎么可能拿得到 谁有这个能力呢 纪护大师说啊 连试就会有 于是呢 就众人请来了连试 那么连试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先拿了一个 这个金瓶 用一块白布 把这个瓶口盖住 然后把这个瓶子呢 就放在了弹城中央 接着就连试就开始默默的 念诵咒语 随即呢 把这个瓶子呢 抛向这个空中 只见这个瓶子呢 越飞越高 越飞越高 然后最后呢 就直入云象 就不见了 过了大概一顿饭的这个功夫呢 突然之间这个金瓶呢 就自动的出现在连试面 于是呢 这个连试呢 就命人把这个瓶子 拿给赞博洗头发 那个人一打开呢 发现里面果然装了 满满一瓶的泉水 但是呢 那个人并没有 直接把这个金瓶送到 这个赞博书 而是拿到了那些大臣们 议事的地方 让他们来献给赞博 可是呢 这些大臣们 一拿到这个瓶子 就开始议论纷纷 他们就觉得 这种来历不明啊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了水 不能随便给赞博 所以呢 他们就偷偷的 把这个水倒掉 所以说呢 现在想起来 对于当时那些 后世的增博来说 这是一件多么可惜和遗憾的事情 所以呢 有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需要一点 开阔的胸 心胸 和一些 就胆势 而且 要心怀敬畏啊 要不就算是 这个连诗真的就是 化线 在我们面前 可能我们的反应 也不一定会 比那些大臣好到哪里去 虽说连诗呢 尤其善于这个 降服 想要触摸啊 他的事业 主要是就是 针对那些非人 进行各种 这个讲话 但是 同时呢 他也 就是向人类的信众们 广说佛法 特别是传授各种密教的口诀和惯例 比如说 连诗对 就曾经对持松德赠 还有一些弟子们 传授了口诀经慢 剑慢 口诀剑慢是一部 连诗留下来的 唯一一部 尚存的驻祖 这个呢 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讲到 同时呢 这个连诗呢 给予了他们密秤的灌顶 还有传授的秘法 那个时候 也发生过很多非常 神奇的事情 那这些呢 就以后有机会的话 再细说 其实呢 当时连诗呢 在 想要在吐蕃 多待一段时间 这样以来呢 他不仅可以完成 他想要彻底降服 和约束众神的这种计划 同时也 希望 能有更多的机会 和时间来弘扬佛法 造福万年 但是呢 非常可惜的事情 就是很多时候呢 人们的这个福报呢 可能还是不够 那个时候呢 占卜身边有一些大臣 可以说是一些奸臣 私底下呢 议论纷纷 觉得这个宙势太厉害了 把我们的占卜呢 就骗了七昏八素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呢 恐怕这吐蕃的江山呢 就要落到印度人的手里了 所以呢 他们就觉得 想尽办法啊 让这个连诗呢 尽快离开藏地 否则就夜长梦多 于是呢 他们用各种方式 向这个赤松德赞 打报告 散步之中 谗言 有点像是逼着这个赞卜啊 赶紧把这个印度的州市赶走 后来呢 这个赤松德赞啊 好像心里觉得 好像有点不安 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呢 他就找了连诗 先是供养了一些金子啊 然后呢 就汇报和描述了 所有这些压力和状况 连诗一听呢 就马上就说 我不是为了金子 才来到这个吐蕃 我来这儿 是为了能够降服群神 弘扬佛 能够将吐蕃 化为一方净土 从此以后呢 藏人就可以世世代代 幸福安乐 这才是我此行的目的 如果我只是为了金子而来的话呢 那就太容易了 于是呢 就连诗 随便用 手指头碰了一个旁边的石头 这石头呢 马上就变成金子 这就是所谓的点石成金吧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呢 就连诗看着这个吃松得正的好意上 就拿了一点金子 后来呢 他把这些金子呢 据说是供养了 菩提加耶的这个佛像面前 其实呢 到了连诗走的时候 其实他传 他要传授给藏人的那些苦诀啊 都还没有来得及完成 还没有圆满 另外呢 连诗之前提到过的 为了吐蕃的繁荣 要做的三次护母 也都没有来得及做 对这个众神的三次约束 也只做了两次 还没有完成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呢 连诗还是用神通 把很多法教 藏在了这个藏地的很多地方 用这种方式来保存起来 为的就是将来的人呢 能够再有机会 领受这些无比正伟的法教 这就是后来 这个福藏法的起源 关于这福藏法呢 以后没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细讲啊 我觉得我已经挖了很多坑了 希望我能可以记得住啊 总之呢 不久之后呢 连诗呢 就启程离开了藏地 当时呢 赤松帝阵 派了几位对这个连诗很有信心的大臣随起 一路护送连诗出葬 即使连诗那时候已经决定要离开 可是那些把连诗赶走的这个奸臣 还是感到不发心 他们觉得啊 这么厉害的咒诗 一定会对他们做什么 特别可怕的咒诗 他会记仇 所以呢 就是这些奸臣们就私下偷偷地派了18个人马来行刺连诗 其实呢 连诗呢 当然就早就心里有数啊 知道这些人回来 那么当连诗他们一行人大概走到了这个现在的阿里地区 附近的一个山口的时候 这18个早就那边埋伏好的刺客 就突然冲出来 手握武器来刺杀猎诗 可连诗是何等人物啊 跟上次的唐古拉山一样 连诗就对着那帮人 随便用手这么一直 他们一下就全部定住 完全动弹不动 连说话都说不出 这个画面呢 有点像是想起了一点 西游记啊 把他们定在了原地之后呢 这连诗一行人呢 就又继续前往 没走多久呢 到了一座山上 这送行的人就差不多啊 只能送到这儿 分别之前呢 就连诗对那些送行的人说啊 以后这佛法在藏地可能会遇到烦难 然后呢 这个Zembo的后代会断绝 土拨也会因此分裂等等 连诗呢 就大概进行了一番类似的这个预言和教戒 最后呢 还嘱咐了他们说啊 你们回去的这个路上 把这些东西呢 就撒在那些要行刺我的身上 行刺的那身上 他们就可以恢复如初了 那我现在要前往西南奔 西南边要去调府罗刹 于是呢 就是连诗就把一把白戒指递给了这些送行的人 随后呢 随后呢就从马背上纵身 纵身一跳啊 然后直飞云霄 那些人就抬头 咬望啊 还能在云霄里面清楚的看到连诗的 随风飘动的这种金色架杀 于是呢 连诗就这样远去 那么这些送行的人呢 就回程的路上 按照连诗的吩咐 将那些白戒指撒在这些刺客的身上之后呢 他们就果然就像连诗说的那样 恢复如初 可以行奏可以说话 然后呢 这些送行的人呢 回到这迟诗得正身边的时候 就把这一路上的见闻 连诗的嘱托 还有预言 一一的就传达给了这个赞博 那迟诗在这听后呢 对这个送走连诗啊 感到追悔莫及 只可惜就为师已晚 总之呢 关于这个连诗 究竟在藏地待了多长时间 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三年 有人说六年 十二年 十八年等等 各种说法都有 甚至有些福藏法里面 提到说 至少五十年 多到一百年 都有 那么如果是一位 亲近弟子的这个 静观当中呢 那就多少年都可以啊 没有什么限制 但是呢 如果按照一个我们 现实生活中 普通人的感知去计算和记录的话呢 那就不能这样说了 那我们就要说一个确切一点的年份 所以呢 根据多罗纳塔的这个连诗传的记载了 连诗就在藏地只待了18个月而已 总之呢 总之呢 更难去飞